陈国明代表建议 目前正变更设计中的东海公园 因慎选种植草皮的种类 做以周遭设置地板 避免杂草重生 因施做单杠 以令老人跟小孩健身 因为草皮 你像现在 种的都是什么 都发那个五吨章 五吨章 你如果头没摇到对吧 你以后再除草 它还是长 一下子的话 长得很快 你像你现在看 整个都有什么 整个都五吨章 对吧 你讲到发包 要种五吨章就不用发包 座椅 旁边的休闲椅 前面 你最少也可以把它铺个 石板 还是说水泥板 头前都种五吨章 你要叫他怎么坐 对吧 五吨章 主要是什么 它在大得快 又加到美广嘛 所以做那些休闲 你定义没有作用嘛 还有 之前不是有单杠吗 是 单杠 单杠你们把它毁掉嘛 应该 应该那些没方法嘛 因为现在其实 营建署那边有规定 因为现在的游戏器材 它都要有一些 核准的一些规范 一些证明文件 因为那些器材很久的啦 其实县府那方面都其实都叫我们把它 把它围起来或是拆掉 所以这一次的工程因为是中央补助的 它对于一些硬体设施 包含一些油漆设施这部分 他们不补助 所以我们就在这一次的工程内 直接先把它拆掉 要不然假如说到时候 那些旁边的国小的 或是周遭的社区的小孩子 有去那边玩的话 有受伤 这部分可能我们公所要负起相对的责任 主要那就是都老人嘛 老人 因为脊椎骨都比较差嘛 那些林町那些李敏都在给我翻译嘛 因为你有当工他的高低 照他的身材的高低嘛 他可以多减地扭 对他的用户都会有作用啦 你说安全措施 有损害我们就是要做嘛 对吧 我是希望说因为那些工程度太多嘛 做一个当工在那里应该是没什么危险 没什么危险嘛 小孩在那里有小朋友在那里钓 也不会怎么嘛 对吧 他会高低嘛 你如果像路边的白水稿就都不用试啦 人也试着要怎么 陈代表指证工作报告中的几处错误 请公务客送出之前要校对清楚 51月 承报的厂商都没有 是怎么施工中 这是怎么做的 这是幽灵人口的还是怎么 你施工中也没有承报厂商是什么人做的嘛 所以你们要校对好啦 不好意思 东方大镇兰洲街120项住户多 排水沟很小 陈代表请公务客协助改善 陈代表请清洁队向大会报告 公所于5月28号到7月16号 在各里喷洒消毒药水的详情 他请队长严格要求喷洒的品质 对于辛苦工作人员也应该要多加鼓励 东中旁的路数如果遇到台风肆虐倒塌 将会影响中华路的交通 公管所达巡 这个权责并不在公所 陈代表请公所与东中协调此事 应该如何处理 你现在就 跟当中协调码的嘛 不然你现在如果方太旗来有没有 因为那种企业都在签讨嘛 你如果倒下来有没有 你整个中华路的交通就都瘫痪嘛 像会后因为在红台前看 协调看看 前者是什么人的 因为我跟他说过 他说前者 反正像我就是我们公所的 你们 因为前者的问题你们 会后再跟东中 细细跟他们交通一下 我认为讯息快到了 好 常德路与丰隆路口 道路开辟 有两小段 没有铺设AC 请公务客处理 林海路三段到丰原路口 自来水公司司座后 没有不锈道路 请公务客处理 以上是第十二届市民代表会 第一次定期会 市政综合质询议程 5月20号上午 市民代表陈国明的问证内容 灾药报导 由刘若文整理 更多的市政及代表们问证内容 请收看台东市民代表会YouTube频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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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